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現在來到86階25大道現場 感覺就是這一場戰爭 有一段時間都未完結的感覺 有時也會拍照片 當然不是只拍照片 有時間都會坐下來支持 今天除了拍他們的現場之外 我們也會拍照片 附近是甚麼 今天是這場戰爭 這場戰爭 不會有自動 因為我是現場磅 所以我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二部的語音傳動 很難接受 你坐得很厲害 坐得很厲害的情況 我們會不會有其他人 站在一旁 是來自動並方 這場戰爭 都不是很遠 這些戰爭 真的中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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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認證 那下一個局長也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上任 暫時呢 即現在又不能空缺了那個位置 所以他們會選擇一個人來暫時代替 那現在由特行局局長的副手上位先 暫時代理的副手他都是特行局工作了二十多年 而他們這樣不知道會不會找到真相 還有沒有真相呢 那個好像是 那個好像是20歲 總之那個年輕人 那個大學生 他究竟為何要去辭職村寶 真相究竟是甚麼呢 據問他們特行局都需要內部去審查 有人說他們需要60天 那麼死亡 辦事能力是甚麼呢 其實疫情之前呢 我是不看新聞 我不喜歡看新聞 更加不喜歡看任何有 即是說呀聽呀 政治話題有關的一切 自從疫情之後呢 那時候一直在看新冠病毒數據呀 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經常都按著新聞 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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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漸漸地 都挺喜歡看新聞的 有些人就會說 你經常都是負面的 看那麼多做甚麼 看你甚麼心態 即是有時看了很多負面的新聞 都會重新考慮一下 其實考慮很多事情的 好了 這個視頻我就不講那麼多私人想法了 OK 多謝你們聽了我講那麼多 先談到那麼多 不知道你們對這些事情 有甚麼感想呀 看法呀 都可以寫留言 跟我談一談吧 不過我還是希望呢 無論甚麼都好呢 議員之間 千萬不要太偏激 那些留言我是 不想浪費錢的選擇 後來呢 即如今的我呢 為甚麼又會對政治有點興趣 其實不講得上興趣的 都是要理解了解知道多些 因為以前不用投票 現在要去投票 即是要做選民 那不可以甚麼都不知道 或者是很盲目 那人家投甚麼人就投甚麼 即是或者是給朋友呀 家人呀那些 不過 唉 好啦好啦 那些影片不到那麼長呀 改字很麻煩 廣東話那字網很麻煩的 雖然我改完之後 還有很多錯的 但我也是有改過 每次你看到很多錯的 其實我也是有改過的 不過如果完整地改完的話 我可能不用吃飯 不用睡覺 所以請你們見諒一下 下個新聞再見 Bye